我们的脚它是必须要有支撑 那平常我们穿鞋子它是没有支撑的 那因为我们有支撑的话可以去承担我们身体的作用 所以我们是比较建议客人 就是可以的话去穿一双比较属于自己的鞋子 有够支撑的鞋子 你所谓有支撑的就是要有足弓的鞋子吗 对对对 那我看到你这并不是每一双都有足弓啊 因为我们有分有分一个就是有一些人 他虽然是说你那个底它是没有足弓 可是我们的鞋子它比较有讲究到人体工学上面 虽然它没有很多东西可是它还是有足弓 那所以有足弓跟没有足弓最大的 是不是你什么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才要买有足弓的鞋 这个是就是讲的很广泛 就是说有的时候像我们身体上有很 因为我们的两只脚两只脚板两只脚支撑到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 那如果今天我们找了鞋没有没办法去支撑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重量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疲惫 那很多的因素像有些人它会腰痠背痛就是膝盖上面的问题 那有可能是选的一双不是适合自己的鞋 那如果你今天挑了一个 那如果你今天挑了一个 谢谢你 谢谢你 特别 感谢 你感觉 我会很怕说脚丢 谢谢 谢谢 被生意说 如果是找一双适合我们的脚鞋子的话 那当然是说让我们身体上的重量各方面都可以去保护它 那我们是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表示我们穿的鞋子有问题呢 比如说你刚才啊 比如说你有长鸡眼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的脚 我们人就是很不会去知道自己的脚型 那今天就是说因为我们穿的不适合的鞋子 那也会造成有鸡眼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有鸡眼的就要去换一个有足弓的鞋 那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是这样 那当然是说如果是你穿的鞋有够的 比如说你支撑也够的 你比较不会去压迫到前竹的话 那你当然是鸡眼的问题 你就是可以去改善这个问题的 那请问一下是不是我走路的姿势有问题 所以造成我的鸡眼 应该怎么讲 应该是说你脚型去影响到你走路的姿势 应该是应该是来讲是这样子的 因为脚型会去影响你走路的姿势 我们今天的脚型 因为很多种有人受宽 脸平啊各方面的 那我们今天的脚型 如果是他的脚型就会走路的姿势 就会比较会变化会不一样 应该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一个人脚有肌眼 这时候他如果是找医生去擦药 这样的话是有可能 应该怎么讲 彻底改善吗 肌眼的问题是穿鞋子 是跟鞋子的因果关系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如果今天当然是你要去处理 如果真的很痛啊 有可能要就是要切除掉挖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穿的鞋子不是了 他还是会再复发 所以并不是去找医生去把那个肌眼给处理掉 他处理掉他是还会复发 因为你鞋子不对 他还是会再复发 了解了解 谢谢 不会不会